中文的马儿童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还没有结婚呢 那你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感觉怎么样 会不会影响到你将来的这个 我听说最近在谈恋爱 所以我想大概 不知道是怎么样 要不要澄清一下 还是真的是 沉浸在恋爱之中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谣言吗 唱说唱说 我今天很高兴 这两位病人 到了我们就在这些诊所 来接受我们的诊断 那个不论是我 还是我们的护理小姐 对我们的病情 都非常非常的关切 好奇 可是这种病情呢 我看这个 我们这里也不能说得太明白了 你知道你们两个 最近和演部电影呢 就是有关这个病情的 这个这个 尤其我们对吴玄三 特别有兴趣 你本人是个很知名的画家 为什么 这个越陷越深 越演的电影越多 今天还演起短剧来 对啊 听说你演电影是第一次 今天演短剧也是第一次 这个电影好像 故事蛮有趣的 我记得联合报有看过 他这个内容 大概是叙说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邻国42年的时候 在澎湖 有一个岛 就是 就是被那边出的 蚊子 一叮到的话 以后就会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大 这个不是开玩笑 医学上不是有根据的 而据说呢 这个很有 有的医院还保持了这个标本的嘛 就一个剧中男主角就是这个 贡献标本的人 哈哈哈哈 不要说蚊子 太完了 我祝你一名你看 哈哈 已经咬了 哈哈哈 咬到耳朵会变大 台北医学院那边也有 也有是吧 也有 好 这个我现在的内容到底怎么样 我看了一个有趣的电影就记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探讨这个 这是一个联合报新人文学奖第一名的 对 那么我是觉得它本身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 因为就是探讨这个性器官跟一个家庭的故事 夫妇的关系 跟中国传统的观念 特别是在几十年以前的这个 澎湖乡下一个乌国港一个小港里头发生的故事 所以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中国人一提到这个所谓性器官 都会觉得好像很严重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用十几次 对 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一讲到这个题目 有时候在大街小巷为朋友吃饭 他常常跟我开玩一下 说你怎么演这个电影 但是有人说我好像 好像绕过界 那我总觉得像包括今天 我想这个都是艺术界 我还是在艺术界里面 绕过界 如果您觉得演完这部戏之后 对您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 会不会演完这种灵感 会出现在你一部的作品里面 对会不会 大概 因为会画好蚊子啊 过有些人认识我的 大家会仔细看我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毛病 对啊 那马如风 那马如风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还没有结婚了 那你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感觉怎么样 会不会影响到你将来的这个 我听说最近在谈恋爱 所以我想大概 不知道是怎么样 要不要澄清一下 还是真的是 沉浸在恋爱之中 这怎么可能 传说 这怎么可能是谣言嘛 传说 传说啊 不过看他笑的那个样子非常甜蜜 传说也传的 方方的铁口直断 非常有经验 一看你清清楚楚 没有 明察却吧 他跟马如风一些合作过的演绩 那我对他大概一些 基本上他的一些行为 行为一些态度 行为举止啊 你表情反应啊 非常的了解 他一看你这么烦就知道有了 我看你还是招了吧 起码不是说传闻中的 可是我想大概也是别的 起码你谈的来了 就因为怎么样子 因为在张小姐 她本身第一出就是演米兰语人戏剧 然后呢 在米兰语剧中 我算是还是前辈吧 然后有时候她在对白方面 有时候大家这样子 切磋一下 对 然后就就试照 对对对对 华哥你干嘛看我 张先生也是这么说的 张先生 张先生 不是张佩华 还是这么说的 切磋一下 好了 今天跟两位来节目 很特殊的方法来访问一下 这是我们这单位 脚筋脑子用的放来访问的 比较不尴尬一点